在最近几年的日本媒体当中 有一个词汇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高 那就是孤独死 什么是孤独死 就是去世的时候身边的 没有亲朋好友在孤独中死去 据报道的日本每年大概有三万两千多名 最终是孤独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已经进入了超老龄化的社会 众所周知 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所以说我们分析孤独死产生的原因 以及如何防范孤独死的社会现象 对于中国来说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意义 日本社会老人孤独死事件频发 人口老龄化加剧 不昏主义盛行 人情关系冷漠 老无所依为何成为困扰日本社会的顽疾 日本的高度城市化 为何成了一把双刃剑 2000年 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 家庭结构巨变 城乡人口转移 如何阻止空巢老人孤独离世的悲剧上演 谁来拖起他们无处安放的老年生活 本期老梁观世界 为您揭开银发之国的创伤 孤独死 终老之痛 其实在准确的给孤独死做个定义 它是指去世的时候身边没有亲朋好友 去世之后隔了一段时间遗体才被发现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入土为安 死者为当 就人过世的时候身边要没有亲朋好友 没有儿孙绕妻 这已经是很遗憾很凄凉的事了 而自己死后身体不能被马上火化下葬 反而要等到出现了很大的变故了 别人才发现了 我想这对于一个人来说 这是非常大的一种悲哀 也就是说无论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 恐怕面对孤独死的时候 你都无法做到心如铁石 这是人间很悲惨的一件事 那么现在在日本 这孤独死的现象 前面我们说每年高达三万两千多例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前面我说日本已经进入了超老龄化社会 什么叫超老龄化社会了 就大家都知道说老龄化社会是什么标志 就是看你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 在整个人口当中占的比例有多大 一般来说呢 如果一个国家 他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 占整个总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七以上 就可以断定这个国家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如果是超过百分之十四呢 那就是高老龄化社会 超过百分之二十一呢 就是超老龄化社会 现在日本的总人口当中 年龄在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呢 占整个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一 就是日本已经进入了一个超老龄化社会 那么这个超老龄化社会的诞生呢 不光是说这个人口啊 不断的往前发展呢 自然规律的现象 很主要一点呢 日本现在啊 它是世界上平均年龄 可以说最长寿的国家 日本的女的平均年龄是八十六岁 男子去世的平均年龄是七十九岁 我想这个年龄是 可以说在中国都算得上高瘦了 那么你年龄这么大 照顾自己的能力 那肯定不如年纪比你小的人 所以现在在日本社会呢 有非常多的老年人呢 到了这个年龄了 生活难以自理了 而又没有去固定的养老机构 身边还没有人 在日本 每年有三万两千人 走上孤独死的道路 其中所占比例很大的是单身的人 活着没有子女 没有配偶 也没人和他们联系 死了 没有人知道 无人认领遗体 骨灰 被清理遗物的工人 用快递送到 可以接纳他们的寺院去 他们的人生 最终被总结为 寥寥几行的骨灰认领布告 户口 住址 姓名不祥的男性 随身物品 现金 10万0983日元 银行存折两本 这些记录 只有十行字 就结束了 这个没有人照顾可不仅仅是说 他就是一个人 有非常多这样的报道 在日本的媒体当中 比方说接了 年岁到不大 都是五六十岁 可是呢 姐姐呢 能自我照顾自个 妹妹呢 比方说是智障 结果这姐姐出现突发性心脏病死了 这妹妹也没人照料了 在家里没人照看她 她不解的后臣也死了 所以眼下日本社会呢 还出现了这样的公司 就是专门呢 替死者清理遗物 照理说给死者清理遗物呢 这是她的家人的事 但是日本有相当多的呢 特别人 んでCHUCK控 드� grief 没有人照看一个 早没人照顾 天啊 这破bre 出去 什么 这 帮我们 你可以 资格 胡 我 小心 就是你年龄再高 你身边有人也不至于 有这么一个调查非常有意思 就是日本50岁以上的男性当中 大约有高达20%的比例是独身 所以咱们说二三十岁 说你晚婚 或者说没找着合适的 你独身正常 50岁还独身 当然这里边有离了婚的了 有丧偶的了 可是离婚丧偶之后 50岁的年龄也不是单着的时段呢 也应该能组织一个家庭 但是日本社会很奇怪 50岁以上的男性 居然有20%是独身 一个人住 大雅臣に言うと 男性の5人に1人が 50歳までに一度も結婚していない 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 マジで 特に女性の未婚率は どんどん上昇しています 1980年代後半と比べると 2倍近くになっています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咱们可以分析一下 日本比中国发达 它进入工业化时代 现代化时代 也比中国要早 那么它在老龄化 诞生同时呢 出现了少子化 单身化 就首先一个你发现 世界上文明越发达的国家 经济越发达的国家 它往往要孩子的观念 越淡薄 它比较注重的 自己生活的这种质量 有很多人呢 只要是一成年了 我就独立于父母之外 我搬出去住了 而且日本这个社会呢 它由于压力比较大 大家整天忙着工作 人与人的交流 相对就少多了 亲情可以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一定程度 就变得很淡漠了 有的时候 孩子和爸爸 甚至多达十几年 也就通过电话 都不见面 其实这例子并不极端 咱们看过张一谋导演的 高藏剑拍的千里走蛋记 那不就是吗 父子之间由于观念不一致 一直到儿子死了 这爸爸才知道 就这种现象在日本社会呢 并不是一个个例 有很多这种情况出现 就说我自己呢 身边没有跟最近的人在一块 而且我平常交流也很少 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社会 这冷漠 其实不是 它并不能完全证明冷漠 中国社会难道就没有这个现象吗 它只是说明 你经济高速发达之后 人的竞争压力加大了 你必须要在工作上 投入更多的成本 日本社会 由于竞争压力很大 飞速向前发展 人和人的交往是有成本的 你跟哥们在一块喝个酒 回去跟这个家里人一块打打麻将 在饭局上就聚一聚 这都需要时间成本的 它的经济越发达 大家投入到赚钱上的精力就越多 那么在人际交往 不论是亲情友情上 可能投入的时间成本就少了 社会冷漠症 独身主义者 陌生人社会 如何改变着日本老人的养老观念 高苍健的孤独终老 又折射出 当下日本文化的什么问题 中国社会老龄化风暴来袭 当养老防老的传统被尸毒 空巢独居击碎 谁来陪陪空巢老人 又该如何抚慰他们的孤老之痛 本期老梁观世界 孤独死 终老之痛 正在播出 所以这次日本出现如此多 单身家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还有很多人嫌人与人交往 我腻了 我工作就够累点了 我还要在人际交往上付出精力吗 比方说 我要认识一个陌生的女人 变成熟儿之后 我要娶她进家 尤其原来有段失败的婚姻了 我现在五十多了 我惹这麻烦干嘛 我也不相信这个女人能怎么怎么对我好 这往往也是日本单亲家庭 就单身家庭的一个重要原因 你看 我要说到前面提到的高苍健 前不久我们老梁观世界节目里 做了一期的关于高苍健的这个节目 高苍健已经过世了 高苍健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 一直到他过世 他始终是一个人 你看这就反映了日本人这个人际关系之间 他不像说我们中国好像互相之间 这个亲情很浓 他在高速发达的这种社会当中 往往这是一种必须要承担的副作用 他和中国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呢 日本人的个性里边啊 对于自己的感情 有着与生俱来的一种克制感 中国人有时候有了困难 亲近朋友打招呼帮我个忙 日本人有了困难 他轻易不向别人知 甚至感情世界很痛苦的时候 他也很少向别人倾诉 向别人发现 就是那种内心那种内敛和控制 所以当他独身的时候 有了自己的苦恼之后 他想办法自己排解 他往往不愿意诉诸一份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他嫌这个成本很高 他嫌这个是他不适应的能力 所以这是属于他 国民性当中的一部分 2011年3月11日 日本发生了9.0几大疫症 并引发海啸 由此造成2000个人死亡 2万个人失踪 根据日本警示厅公布的 伤亡人员数据显示 死者多为60岁以上的老人 他们在海啸来临时 独居家中 无法与家人联系 或获得援助 有缺乏自救能力 只好独屠地死去 所以我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待经济高速发展 我们得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它并不是说经济高速发展 给你带来的都是好事 它肯定有副作用 你像现在我们很多人凯探 说在现代的楼里边 居民楼里 商品楼里 邻居住了多少年都不认识 说原来住平房的时候 处得跟一家人是多好 其实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 住平房的时候 你一定状态很穷 你没有什么私有财产 你进别人家门 别人进你家门 无所谓 有什么怕丢的 可是后来经济发展了 你有了私有财产